啤酒这啤字可有意思啊 这啤字太有意思了 你去查字典 啤酒的啤字没任何意义 就是这酒 我告诉你们 啤酒的这个啤字是生造出来的 在啤酒进入中国之前就没啤这个字 这字就生生的造出来了 我们讲究这翻译啊 要信达雅 首先要信 然后呢要意思要准确 还要好听 你看那个啤爱 这个就不雅 是吧 那么这个啤酒什么意思 就是翻译的意音 刚才我说了 这个啤酒啊 英文叫什么 我翻译不准 你们凑合听 叫啤酒 啤酒 这变成啤 这啤虽然不是那么准 但是它也不能叫 它也不能翻译成啤酒啊 你说今儿喝那啤酒 这太难听了啊 这些中国字你得回避 所以它就生造这么一个字 叫啤酒 那么 中国第一家啤酒厂是哪年建的呢 我告诉你啊 1900年考纪大数整数 这是个俄国人啊 在这个中国 哈尔滨办的第一家啤酒厂 距今 很好记 118年 第二个啤酒厂是谁办的呢 那显然是德国人啊 这德国人呢 俩人啊 还拉着一英国人啊 一块在哪建 在青岛 这是1903年 那距今115年 所以我们青岛才有著名的青岛啤酒 历史115年 当时叫日尔曼啤酒公司 对不对 从1898年到1913年 15年期间 这15年归德国人馆 德国人来这建设呀 我们今天到青岛去 还能看到青岛的建筑 什么德国风啊 是什么 包括青岛啤酒厂 我都去参观 那设备全是西门子的 今天都可以用啊 那么这个德国人来了 不能不喝啤酒啊 你们今天要到德国去 到处都是喝啤酒的人 所以他就先为自己建了一个啤酒厂 一战爆发后以后呢 日本人不就攻占了青岛吗 青岛那个德国人边长墨街 顾不上了 只好就退回去了 日本人呢 就把这个啤酒厂给弄过来了 当时改成了叫 大日本卖酒诸事会社 人家这卖酒可不是去买卖的卖 是大卖的卖 我们都知道啤酒是用大卖酿造的 对吧 那么这个青岛啤酒就改名了 这商标你去查查他的历史 我到那个青岛啤酒厂看历史 很有意思 这啤酒叫什么啤酒呢 叫扎晃啤酒 还有叫福寿啤酒 还有叫麒麟啤酒 其实你到日本全看得见 还有一个我们很熟的叫昭日 好像叫阿萨西 昭日啤酒 当时供应了当时焦东半岛的日本驻军 当时那日本人还做广告呢 两个广告 一个是古代的英雄 这个一个是穿着旗袍的古典美女 古代英雄就是刘关章喝酒 另一个就是近代穿着旗袍的美女 他认为英雄和美女都需要这啤酒 你看人家这广告 全部都囊括了 男女都囊括 那么北京啤酒啊最早出现在哪呢 最早出现在我们北京啊 天门旁边的东郊民巷 它是个使馆区 德国人有多喜欢这啤酒呢 就是德国人是没啤酒没法吃饭 所以德国成立使馆以后呢 立刻就把这个啤酒就带入了北京 就是从东郊民巷那个地方呢 就出现了啤酒 据说啊有一天啊 这个夏天啊就是夏天 德国人呢在使馆院子里喝啤酒 几个华工呢就工人啊 在那帮他清理花园啊 弄得满头湿汗 然后这工室夫人呢 就给了他们一人一瓶啤酒喝 一人一大杯 让他们喝了以后结束啊 这几个工人呢一喝呢 就连连摇头 恨不得就吐了啊 说受不了 我们享受不了您这东西 这些人呢就撤出去了 撤出去以后呢 这工室夫人还觉得这个 这中国人不行 实在不习惯这个 最后这几个啊 工人私下说这什么酒啊 说那颜色啊 跟马尿差不多啊 味道苦乐巴基的 跟汤药似的 说真的不如我们这酒喝着痛快啊 所以呢 他们就把这个啤酒戏称为马尿 啤酒这马尿的流行至少一百年啊 一百年来啊 中国人经常把这啤酒称之为马尿 这些年才是逐渐逐渐 这个声音远去 我小时候听我爹都管得往上叫马尿 说来两瓶马尿 就是啤酒 那我们说了半天啤酒啊 这个啤酒的历史到底有多长呢 它真的非常长 它可能比那烤肉还长 我们一想那烤肉肯定长啊 那人只要吃肉肉一开始是大火自然火燃烧以后烧的动物尸体一吃喝着烤完了比那个生的还好吃呢 所以这烤肉就出现了 但是我们说的烤肉是有意识的 你插起来形成串的烤肉到底有多长的历史 我们去搜寻一下历史的痕迹啊 啤酒有多远呢 它的历史非常远 到底是谁发明的啤酒呢 说法不一啊 这个最久远的说法亚述 亚述文明 苏美尔文明 伊朗文明 埃及文明 中国文明 大家都明白 后面的事都比较明白 那么苏美尔文明中呢 它有一段记载啊 这在这个四千年前 这很早了啊 我告诉你四千年前的记载非常重要 为什么 因为我们那时候还没有文字 我们的文字大约有三千八百年的历史 四千年前的汉姆拉比法典中呢 就有这个啤酒酿酒师的这样一个职业了 并在法典中呢 对啤酒和酿酒师做了严格的法律规定 所以在苏美尔文明中啊 这个不同等级的人 能购买的啤酒的上限不同 就是你还不能随便买 可见当时啤酒是一个非常标准的等价商品 而且供应量是有限的 那么古埃及也是比较早使用的啤酒的地区啊 在埃及啊 建立这个金字塔的 这个修建当中啊 我们前面讲过 这个埃及金字塔啊 当时就专门有人负责啊 酿酒和做面包 工人呢 每天都可以领取 二到四升左右的啤酒 补充能量 二到四升很多啊 我们现在大概是相当于两三瓶啊 很多了 那么 1980年啊 这说起来就是 三十多年 四十年前吧 三十多年前 有一个啊 有一个西方的 有一个博士生呢 在努比亚的木乃伊中啊 发现沉积在骨质上啊 有抗生素 你说这抗生素 这发明是多晚的事 不就上个世纪的事吗 这个抗生素呢 就是四环霉素 四环霉素 发明非常晚啊 我们知道青霉素 是二藏人期间发现的啊 就是那么 到1950年 这个四环霉素呢 才发明出来啊 那么 在当时埃及木乃伊的身上 有大量的沉积的这种 四环霉素呢 不可理解这事 我们发明还不到一百年呢 说怎么 好几千年人身上全是这个 结果到了2010年呢 就继续研究 就发现了这些骨质里的四环霉素呢 它是来自于古埃及 是当时的奴比亚人使用抗生素啊 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剂量也非常大 当人们就想说 这个这怎么来的啊 他不可能吃四环素的药啊 后来就发现 给他带来四环霉素的这个 食品是什么呢 就是啤酒 我们早期的啤酒啊 包括亚述人的啊 包括奴比亚的这种啤酒呢 跟我们现在的啤酒不大一样 我们现在的啤酒啊 除了新样的这种生啤酒 有点浑浊 我们大部分啤酒是透明的 对吧 早期的啤酒呢 是不透明的 而且比较浓稠啊 有点像我们的米酒 我们今天都是要轻烈 那酒一定要透亮好看 当时的奴比亚人 肯定是非常乐于 大量的饮用这种 这种啤酒 原始啤酒 那么这种原始啤酒呢 中呢含有大量的四环霉素 它是因为是这个 在它发酵的过程中 生成的四环霉素 后来呢 古人啊 古人就发现 这个啤酒啊 由于它含有四环霉素啊 它呢 有治疗外伤的作用 治疗口腔 口腔炎 牙齐炎的这个作用 就是你用它竖竖口 这个嘴就很容易好 包括这个什么 阴道的清洗啊 外伤的肤料啊 当时这个啤酒就变成了 包治百病啊 那么这个证据从哪能知道 从几个月大的婴儿的木乃宜中 依然有四环霉素的沉积 那就证明当时孕妇啊 也大量的喝这种啊 这种古舟状的 这种原始的啤酒 古埃及人啊 他肯定不知道啊 什么叫四环霉素 但是他知道这种啤酒 不仅仅能给你带来一种 饮用时候的这种幸福感 还能解除身体的很多病痛 在古代啊 人跟今天不一样 他没有西药 没有西药 凡是有西药的 因素的这种药 都特别灵 所以你喝点这种啤酒啊 你身上的病痛啊 比如你的炎症 马上就消失了 你会觉得很舒服 所以你就对这个啤酒 有依赖性 那么啤酒从地中海沿岸呢 后来就传到了欧洲大陆 在欧洲就蓬勃发展 到了大概公元前四百多年 那距今大概两千五百年的时候啊 这个希腊的有一个作家 就在他著作里写了一个事啊 他就说一个希腊人最完美的菜单是什么呢 是面包肉蔬菜和啤酒 你想两千五百年前的菜单 跟今天你去欧洲去吃饭都差不多 不就是要杯啤酒 来一个沙拉 然后来一个主菜 就一块肉排 最后吃两个面包 完事就这么简单 两三千年以来啊 他那个生活的这种基本形态 没什么变化 这欧洲人 那么希腊人呢 他就开始慢慢慢慢制作这种 度数比较高的这个啤酒啊 就放在这个比较漂亮的容器中 比如金银器中啊 饮用 但这个时候呢 啤酒的劲敌出现了 葡萄酒 流行起来了 双方平分秋色 我们今天就讲啤酒 不讲葡萄酒 有机会再讲葡萄酒 这个所有的商品啊 都一定随着一个国家的强盛而发展 随着罗马帝国的这个强盛和发展 啤酒的脚步呢 就开始扩张到亚洲 非洲啊 这个 包括拉丁美洲啊 就广阔的这个土地上了 我们就知道啤酒慢慢慢慢就扩张了 但啤酒的酿造呢 是一个很麻烦的事 你这个啤酒没那么简单 它非常难的一件事是什么 叫保持稳定 它因为你样子不好 它上面有一层漂浮的那个墨墨啊 下面还有沉淀 浑浊不清 所以它保持七又短 你这个啤酒啊 只要一露了气 你打开 就几个小时 隔一宿 基本上不能喝 喝是能喝 它就不好喝了嘛 发酸或者没味 那么罗马帝国的 它的手工业和农业兴起以后呢 它就出现了葡萄的大面积的种植 所以葡萄就开始酿造 那啤酒的地位呢 就受到了一个挑战 还有一个更大的挑战 来自于宗教 当时的基督教徒 我们知道公元以后呢 这个基督教兴起 它在基督教中有这么一句话 它说以葡萄酒为圣血 以面包为圣品 它这是个教义 这一下厉害了 这葡萄酒是红的 我们都知道啊 它是那个圣血 它加了这层宗教含义以后呢 那啤酒显然就这格啊 格就低了 这一低呢 就流放到罗马帝国的一个边缘 那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什么 何比鲁啊 德国啊 捷克啊 奥地利啊 包括英格兰地区 就是边缘化了 因为那个地方啊 住的人呢都比较啊 比较憨厚 比较老实 你想 当然有一种说法 都是北方的蛮族啊 包括日尔曼人 你想 你看啊 英法联军打完中国以后 40年以后 才八国联军打进来 那时候才有德国人 德国人就是工业化革命 都比英国革命要晚100多年 像这个日尔曼人啊 凯尔特人啊 高路人啊 都是比较那个蛮的 比较憨的那种民族 他们没有啊 这个最先进的文化和这个农业 工商业啊 所以呢 他那个地领地呢 又特别靠北 北呢 就养不了葡萄 所以寒冷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除了有一些很小的抗寒的白葡萄 上面 那好葡萄不产嘛 所以他就不产葡萄酒 所以这些国家成为了全世界 啤酒的主要产地 是跟气候有直接关系 欧洲人把各类酒啊 的作用就发挥到了极致 欧洲大陆啊 首先 是把早餐啊 中加入鸡蛋的啤酒呢 就倒在面包上 这种吃法啊 你今天听着很土啊 这种吃法一直流行到18世纪 在德国还能看见呢 就是早上起来打一鸡蛋哥啤酒 把那啤酒倒到面包上 你想这多土又麻烦 然后早餐干嘛呢 早餐喝普通啤酒 午餐喝什么呢 喝淡啤酒 晚餐喝什么呢 喝浓烈的黑啤酒 两餐之间呢 还要再喝上几杯 你说他这一天还干不干活 上不上班了 这一天从早喝到晚 我还真有一朋友 就能从早喝到晚 天天的手里 没酒是不行的 黑啤酒 我告诉你 黑啤酒劲儿大啊 我特喜欢喝那黑啤酒啊 那年轻的时候 一买买一香 在家里一晚上能喝半香 现在喝不了了 现在这身体不丁 喝酒能喝一定是身体好啊 身体得年轻 我这岁数不年轻了 所以不能喝了 那我们中国啊 他有没有啤酒呢 中国啊 这个古代可能有啊 中国有一种酒呢 叫礼 是一种甜酒 甲骨文中呢 有对应的一个记载 那从他的一个记载中 我们分析呢 他有点像啊 啤酒 因为他说那里头有麦芽和穀物 我们都知道 这啤酒可不是米酿造的 是大麦酿造的啊 对吧 所以这个 如果是用穀物 如果这个穀物指的是大麦 或者是小麦算不算 我就真不清楚了啊 那这个可以算是原始啤酒 我们今天老说啊 说这个礼这个字啊 一个油啊 一个油 油字边 凡是跟这油字边相关的字啊 都是跟酒有关 你看酒怎么写啊 一三点水 一个油 是吧 油是什么呢 是一容器 是一罐 凡是跟这酒罐相关的字啊 全是跟酒有关 你比如醇 乙醇啊 你比如 这个 礼 你比如还有醋啊 等等醋就是酸了的酒嘛 等等 反正只要油字 打边的 这个基本上都跟酒有关 比如我们生活中 好像没什么字 跟这个古字相关了啊 其实有一句话啊 上半句大家都知道 下半句就都不清楚 上半句叫 君子之交 淡如水 这句话我们生活中老说啊 君子之交 那么下句话是什么呢 与他相关的这句话呢 叫小人之交 甘如礼 这个礼就是 可能就是啤酒 就是原始的啤酒 很甜 这句话谁说的呢 出自于庄子 啊 庄子说的 所以呢 历史上可能给了我们一次发展啤酒的机会 但我没有抓住啊 因为他是小人之交 你想小人之交谁抓这事 现在啊 我们每年的夏天又到了 一到夏天最热的时候啊 啤酒和烤串就走上了大街 我们有的城市还做啤酒节 烤串节啊 最好的时间大家都很高兴 但是吃喝都要有节制 喝酒呢 可以喝美了 不能喝毁了啊 喝的回不去家啊 我看到有人回不去家 还栽河里 最后命都丢了 这就不值了啊 所以我们到这会儿 走在中国的大街小巷 不管到哪个城市 都能看到一个非常和谐的场景 就叫烤串加啤酒 这种搭配啊 是一种享受 到了这会儿呢 我一定就想起了那广告词 说下雨天 音乐和巧克力很配优 但是不下雨天呢 烤串和啤酒更配优 这会儿该揭秘文物了 你们看我这桌子上 搁一大玻璃杯 这玻璃杯呢 上面印着我们 背南瓜 穿着足球衣啊 为什么呀 世界杯来到了 世界杯来的时候 喝这样一杯啤酒 你们是不是觉得 非常的惬意 尤其是我们书球的时候 你把那愤怒 全部都发在这啤酒里 一杯一眼而尽 不看了 那么我为什么拿一个玻璃杯 让你们看呢 我们看看 它跟什么很配优 你们不能想象啊 古人的啤酒杯 神奇吧 你们看看 这是一个两千多年前的一个杯 这个杯是不是喝啤酒 我不知道 但这个杯型太现代 现代到你无法想象 这是两千多年前中国人的制造 我们很想复制一个 跟它一模一样的 我只不过改一下材质 比如玻璃的 我们找到了所有的玻璃厂 没有一个玻璃厂敢接我这活 你看这个杯 跟它是有区别的 对吧 我们一看差不多 仔细一看有点区别 比如这个杯是收口的 古代这个杯是厂口的 最难的是底下 底下一个是石的 一个是空的 这个空的很深 有多深呢 有这么深 看见没有 这里头有这么深 两千多年前 是我们的汉朝 这件东西呢 就是汉朝的 什么地方出产的呢 四川 四川历史上就是一个物负民风的地方 历史上很少有战争波及 所以我们看到的四川的陶涌 都是呈现一种欢乐的景象 我们看到的大量的说唱泳 杂傻泳 都是四川出土的 而中原地区出的都是兵马泳 可见 和平对我们的重要性 这样一个 两千多年前的一个陶杯 它究竟喝什么 我并不知道 也许它就是喝的那种礼 原始啤酒 在这个杯 我获得之前 我真的不能想象 我们历史上有这么现代的一个杯 这个杯形 完美到无以复加 我希望我们今天通过现代工艺 制作出一批 可供现代人使用加收藏的 这样一个杯 在你们最欢乐的时候 饮上一杯啤酒